說到了寵物我們就帶你來看到亞利桑那州 一場貓咪愛好者協會所舉辦的貓展 發生了爆笑的場景 一隻純種貓咪情緒失控居然是對評審動手動腳 無論大家怎麼第一聲下氣也沒用喵心人說翻臉就翻臉 先是咬了評審一口接著是呲牙裂嘴的 對評審伸出了爪子賞了評審一巴掌 目睹這一幕的一百七十七號白貓是整個驚呆了 據瞭解習級評審的是一隻兩歲大名叫貝多芬的黑貓 他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家庭寵物組的比賽 由於不習慣陌生人摸或者是拉扯尾巴 結果就露出了本性 而最後這隻造刺的貓咪下場是直接背叛失格